说起泰山会这个名字应该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吧 泰山会里面有很多核心成员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 它是一个企业家帮会组织 而且是中国最神秘的大型商会之一 还有人将它和美国的骷髅会并称 除此之外 进入泰山会的门槛也非常高 企业家想进入这个组织 不仅需要财富 而且需要有人介绍才可以进入 泰山会内部召开的会议也非常谨慎 各个成员之间也很少会拍合照 泰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抱团 所以泰山会在商界的地位非常高 极少有组织可以撼动它的地位 最近泰山会有一位成员史玉柱被查 这对泰山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且我们所熟悉的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也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 大家应该都知道前段时间联想发生的事情吧 也许就是因为史玉柱被调查之后 泰山会可能要面临解散的危机 所以之前联想发生的事情 才没有人出手帮助柳传志 柳传志在泰山会的地位非常的高 和联想关系密切的卢志强 自然和泰山会有关系 2013年的时候 柳传志带着十几个男人前往台北 在这段行程中 柳传志一行人非常的低调 尽管他们再低调 还是引起了当地媒体的注意 为了验证这件事情的准确性 台湾媒体对着这些人深入调查了一番 他们发现 这时几个男人都是来自大陆的超级富豪 而这十几个人就是泰山会的核心成员 他们这次来台北 就是庆祝泰山会成立20周年 同时互相讨论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人中间就有段永基 卢志强 史玉柱 王中军等人 当时 马云也在泰山会活跃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 他退出了泰山会 成立了自己的商会组织 江南会 江南会主要是一些浙江商人活跃的圈子 泰山会每次组织的活动都非常的严谨 他们召开的会议 不会有任何无关的人员在场 他们谈论的内容不能是政治 泰山会是在山东创建的 所以取名的时候才叫泰山 当时柳传志的名声早就传遍全国各地 所以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泰山会的会长 在泰山会成立的第二年 柳传志就创立了联想集团 最后由联想 中科 以及孙宏斌三方一起出资 创办了联想房地产有限公司 孙宏斌正式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 孙宏斌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柳传志可以说是起了关键作用 对于柳传志来说 他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了卢志强 而且他还在记者面前直言过 和卢志强是一拍即合 最终 卢志强在柳传志的介绍下 成功进入到泰山会 没过多久 卢志强和泰山会的成员就熟络起来 那时候 史玉祝觉得 电子产品行业发展太快 想要在这个行业 占据主导地位比较困难 所以 他开始涉足保健品行业 他认为 中国人对保健品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而且当年 中国保健品行业的发展 还处在萌芽阶段 于是他开发了自己的保健品项目 脑白金 后来 史玉祝一次性推出了12款保健品 他的广告投入更是高达1个亿 所以 那几年 在各种地方都能看到脑黄金的广告 而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史玉祝的摇钱树 没过多久 史玉祝的大厦就开始资金告急 无奈之下 他只好从银行贷款 将所有保健品的资金 全部都投入到大厦里面 保健品项目没有广告投入以后 销量开始急剧下降 没过多久 脑黄金就卖不动了 而且史玉祝一直在给大厦增加高度 这是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原因 而他的大厦 也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资金链断裂 直到现在 他的那栋大厦相当于只完成了三层 自从这个项目夭折之后 史玉祝就背上了2.5亿的外债 但是史玉祝并没有因为这些困难就颓废 他决定重新开始 在段永基的帮助之下 史玉祝推出了脑白金保健品 这个名字我们应该不会忘记 脑白金推出的第一年 单月销量就过亿 两年之后 史玉祝就依靠脑白金 还清了所有的负债 他是成功翻身了 但是帮助他的段永基 在事业上出现了问题 经过10年的时间 段永基的公司 没有出产任何新产品和新技术 他的公司现在远远落后 于其他的电子科技公司 而且他现在没有机会可以反超其他电子科技公司 面对这样的窘境 段永基开始转型 有了史玉祝成功翻身的典范 段永基萌生了进军生物科技行业的想法 他和史玉祝商量之后 以12亿港币收购史玉祝旗下的两个保健品品牌 段永基这次收购 让史玉祝获得了6亿港币的现金 同时 史玉祝以20%的股份 入股了段永基公司的CEO 但是他们这种做法 让很多媒体觉得 段永基是在帮助史玉祝套现 不管怎样 他们现在都是处于双赢的局面 史玉祝曾经用脑白金疯狂捞取国人的钱 不得不说 史玉祝这一招非常的高明 他不仅解决了自己的负债问题 同时帮助段永基转型 可谓是一举两得 除了保健品行业以外 史玉祝在股票金融和游戏领域都有涉及 在这些行业中史玉祝混得风生水起 再加上他是泰山会的议员 他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但是今年史玉祝被民生银行告上了法庭 外界有很多人怀疑 这次史玉祝是不是完了 他的巨人集团是不是要倒了 史玉祝还是民生银行的控股人 他们掌控民生银行这么多年 在这里不知道捞了多少钱 现在不仅史玉祝被爆出来了 就连卢志强也难逃一劫 他们目前面临的情况 就是资产、股份、房产 通通都被法院冻结 这要是换做之前泰山会的成员 肯定会出来帮忙 可是这次 他们一个援助的人都没有 从这些迹象来看 泰山会其他成员都自顾不暇了 老话说得好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当初他们有多风光 现在就有多狼狈 所以说 不管是做企业家 还是其他类型的人 都要诚实 不要想一些歪门邪道的办法 可能有的人就会质疑了 如果所有的企业家 都老老实实的做生意 那么还怎么赚钱呢 只要是涉及到利益的事情 总是会有人想尽办法冒风险 或者是另辟蹊径 还有人认为 商人本来就是要赚钱 他们一切都要以利益为先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是正常的 但是 这并不代表 他们这样做就是对的 很多商人在投资的时候 都比较注重资金回收的速度 他们一般喜欢利润 见效快的项目 所以 以百姓利益为先的商人 少之又少 当年卢志强 帮助柳传志 得到联想的控制权 但是 现在卢志强的公司 和房产 都已经被法院查封 他面对的是 无穷无尽的负债 在卢志强之后 又来了一个史玉柱 下一个 还不知道是泰山会的 哪一个成员 虽然说 柳传志的联想 还没有到查封的地步 但是 联想目前的负债率 高达90% 可以说 联想集团 只有10%的资金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其他的都是外界的 看到联想的负债率以后 很多人都在担心 联想日后会如何 他们作为一名企业家 享受着 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是 他们并没有承担起 企业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为了可以获取更高的利益 他们完全不顾及 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 一而再 再而三地触犯法律的底线 最近 不是有消息称 泰山会要解散了吗 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我国从古至今 都有商会的存在 那商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本应该是联合所有的企业 一同维护整个商业的规则 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但是 商人在古代的地位 是非常低的 很多人都认为 商人是非常低贱的 大家觉得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都要比一个商人好太多 所以 自古时候开始 很多商人就开始自发的组织起来 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 他们就组织起来 让其他人不得不重视他们 因为无论是古代 还是现在国家的发展 都不能离开商人 泰山会的存在 和古时候的商会差不太多 只要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出现问题 其他人也都会一起去帮忙 将这个问题解决掉 联想三年前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是因为泰山会出手 才能得以顺利解决 前段时间 联想出世 泰山会没有任何成员出面帮助 可能是因为泰山会成员 最近这几年 总是有人的公司出现问题 大家目前都自顾不暇了 所以联想的事情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再出面解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 史玉柱如今出现的这样情况 是不是注定的呢 你们认为 像史玉柱柳传志等 这样的一群人 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有想法的人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